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小妹你好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本很特别的书 我们要跟小朋友们说故事 尤其是如果你自己已经会看注音符号的话 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 小朋友如果会注音符号了 可以自己看哦 那如果还不会看字 还不会看注音符号的小朋友 你们可以请爸爸妈妈跟你们一起共读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 就是我的外星人老爸 这个是由康轩图书 所出版的这本书 那它的作者呢是李光福老师 画画的呢会者叫做草棉谷 那小妹 外星人老爸耶 你猜他会发生什么事 你说外星人老爸尿尿在裤子里吗 我想应该是不会发生像这样子的事情吧 好我们来说说看这个故事吧 那小朋友你们也可以看到可爱的图哦 可爱的插图 是 我觉得它字太多了我来得讲 我来讲好不好 然后你来听好吗 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发问哦 好我的外星人老爸 这个是李光福老师的书 我们开始讲咯 已经快要九点半了 晚上九点半 晚上九点半是不是该睡觉了 这个小朋友他叫做小翔 他还是不想要睡觉 他一直在看电视 为什么 因为电视上的剧情 拿正演到最紧张刺激的地方 太空基地就要爆炸了 救生艇 人家要爆炸了 你还那么开心 救生艇呢准备要开走了 男主角呢正努力的 从太空基地要跑向救生艇 后面还有一大群外星人在追着他哦 哎呦好恐怖哦 一步步的逼近了 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他到底逃出去了没有 突然之间 啪的一声 电视画面不见了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他爸爸 对不对 这是他爸爸 他爸爸把电视给关掉了 回去啊 还很凶地站在电视机前面哦 他就很生气地说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才八点 什么才八点九点半了 那个小翔就说 呃呃九点三十七分 你知道已经九点三十七分了 你还在看电视 明天早上爬得起来吗 爸爸的口气很不和善 他很生气 在爸爸的机关枪声中 就是爸爸的碎碎念当中 他就关上了房门 往床上大自行地躺了下去 哎呦 小翔心里想啊 我才不是因为我听爸爸的话要乖乖睡觉呢 我其实啊 是因为没有看完刚刚那部星际怪客感到很懊恼 他很可惜睡啊 很伤心地躺在床上 还有一件事哦 他很快变成外星人 不是不是没有那么快变成外星人 还有一件事就是啊 他考了一尺 不是 他等着要看一幕很特别的画面 什么画面呢 是他最近 刘欣 刘欣 嗯 小朋友你们猜 这个小翔 他到底为什么 三更半夜要看 要 要看外面 到底要看什么 他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哦 他看看啊 十二点了耶 他撑到晚上十二点 他心想说 那个画面即将要出现了 他要看到的东西要出现了 他就这个赶快跑到窗户前面去 在辽阔的夜空当中寻找 这小孩到十二点还不睡觉 真的很糟糕 结果哇 他看到了 他看到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向他们家的方向飘移过来 而且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啊 光点呢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大到像一颗光球一样哦 停在他们家后面那一座山的空中 在这么惊人的时候 小妹还还在吃我 真的是胃口很好 好 停了一会以后 那个光球啊 就降落在山上 光就不见了 小翔心里想啊 每一次呢 这个光球降落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会射出一道光束到山上 好像在传递什么神秘的讯息 又好像在照亮什么 有的时候呢 他只是在空中停留了一下 转眼就飞到天边消失了 反正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出现 都让小翔感到很惊奇 所以每天晚上 他为了要看这个都会晚睡 哎呦 那他真的是每天都会精神不好了 果然第二天早上呢 起床刷牙洗脸完之后 那爸爸妈妈已经坐在车上等啦 等小翔都弄好以后上车 他们要开车去上学了 哎呦 不过小翔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他刚刚早餐吃多了一点 肚子有点撑 结果呢 爸爸又开山路 他们住在山上 一阵左摇又甩之后呢 小翔就觉得不是很舒服了 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 我喉咙不舒服 你是不是每次晕车都说 我喉咙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开慢一点 我晕车了啦 结果爸爸 爸爸怎么说 哎 别再吃我了 谁叫你晚上都顾着看电视 不早睡 早上才会赖床 爬不起来 我在赶时间 万一你们上班上课 迟到了怎么办 他为什么要上班 大人要上班 小孩要上学啊 那这个小翔他就说了 我早上爬不起来 才不是因为看电视的关系呢 不是因为看电视 那是为了什么 爸爸就质问他了 那 那是因为 小翔想了一想 他觉得啊 反正迟早到说出来 他就决定把最近晚上 你看到他跟他爸爸讲 最近晚上每天 都看到发光飞行物的事情 他都都跟他爸爸说了 爸爸一听呢 立刻用否定一切的语气说 什么发光飞行物 你大概是看到了飞机 你晚上不睡觉 不是看一些妖魔鬼怪的烂电影 就是乱看一通 可是 可是什么 没有外星人就是没有外星人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要带你去看医生了 你真是一个怪孩子 他还被他爸爸骂 怪孩子哭哭 好 他爸爸真怪啦 他爸爸才怪 你也觉得他爸爸才怪 是不是爸爸比较怪 到底爸爸比较怪 还是小孩比较怪 小朋友你可以想一想 好 放学回到家之后呢 写完作业啊 小翔又想看电视了 哎 可是这个时候哦 爸爸叫他了 爸爸说 小翔 快点过来帮我的忙 爸爸的面前呢 放了一张断了脚的椅子 旁边啊 放了一个铁锤和铁钉 不用想也知道 爸爸是要修椅子了 所以小翔就蹲下来 伸手扶住椅子 好让爸爸修理那个坏掉的椅子 一边啊 他们父子俩在那边修理的时候 一边小翔呢 就忍不住跟他爸爸聊起来了 小翔说啊 爸爸 你听过麦田圈图案吗 小妹你知道什么是麦田圈吗 这不是麦田圈圈的老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用 你们知道什么是麦田圈吗 我都说了 你还在那边拒绝 不是我拒绝你 但是麦田圈好像不是麦田田圈的老板 麦田圈啊 是一个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麦田圈啊 在国外常常会出现 麦就是那个 麦田圈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台湾啊 雅热带气候我们是种的是稻米吧 那像国外像美国啊 他们有广大的麦田是种麦子的 那这个麦田呢 好吃吗 也很好吃啊 像你吃的什么麦片啊 还有一些面啊 都是用麦来做的 好 那麦田呢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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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都几公顷 几公顷很大很大片的 那而且都很整齐 可是呢 这么大的麦田啊 常常啊 在国外会发生很神奇很神秘的事情 就是在那些麦田上面突然出现了很奇怪的 幽浮 人家就猜是幽浮 然后呢 印出来的几何图案很奇怪的图形 像这样小妹你看 小朋友你们可以看 像这样子的 奇怪的几何图形 所以小翔就问爸爸说你有没有看过这种麦田圈 爸爸就问啦 你问我这个做什么啊 我同学李承翰说他在他附近的稻田最近出现类似麦田圈图案的东西 我们猜啊 是外星人 哦 他猜的是娃娃的鞋子 嗯对这个 这个这个小马看起来也挺不太像正常的嘛 好外星马 OK 结果呢 爸爸就说 扶好了 我要叮叮子了 一边叮叮子 哭哭哭哭哭 然后都叮到他手 还没还没叮到手 对但是预告了快要叮到什么 爸爸说 别胡说了 怎么可能会有外星人 说不定的是哪一个无聊的人吃饱 没事做半夜故意弄出来 装神弄鬼的 就很多人都说 这个麦田圈其实不是外星人 却有人假装外星人 你要说是麦田圈圈的老板 不是田田圈的老板 好 这个小翔他就说啦 可是那些图案很大 线条很整齐 看起来不可能是人弄的 小朋友这么说 还有最近啊 我常常看到我们家的上空 有发光的飞行物接近耶 你又胡说八道了 什么发光的飞行物 你一定是电视看太多了 爸爸正在那里很着急的解释的时候 突然就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他爸爸怎么了 听到手了 对 他爸爸敲到手了 被铁锤敲到手了 哎呦 敲到了左手的拇指了 那小翔也很担心啊 爸爸 你的手指流血了 可是 还没讲完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被人乱心的 不是不是 没有问派 爸爸 你的血怎么是绿色的 哎呦 小妹你的血什么颜色的 橘色的 啊 太可怕了 我的小孩是外星小孩 哎呦 听到了尖叫声了之后 他爸爸就 他一铁下去的 要对不对外星人啊 不是 他爸爸呢 赶快就遮住了那个流血的手指头 好害怕 我旁边小孩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好紧张哦 好 他爸爸就呢 赶快拿手帕 把自己的伤口包起来 然后说 你不要胡说了 明明你血 只有可能是红色 怎么会是绿色呢 哎呦 可是爸爸我看得很清楚 你流的血真的是绿色的 不然你把手帕拿开 让我再看一次 我很肯定 哎 小翔 你是不是有色盲 色盲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色盲 不是色盲 是色盲 色盲就是眼睛 也没有到看不见 但他颜色呢 会比如说把红色啊 看成绿色啊之类的 就是他的颜色会看错 像有色盲的人 人家说是不可以 不可以开车 因为他看不出红绿灯的颜色 这样就会造成交通的意外 很危险 那色盲是一种眼睛的疾病 爸爸就说啦 我等一下带你去看看眼科 一定是啊 眼睛有问题 说完呢 爸爸就不再理会小翔了 动作迅速的把椅子的这个脚 给盯好之后 就若无其事的离开了 进到了眼科诊所之后呢 经过了详细的检查 医生说 你跟他爸爸真的带他去看眼科 好医生说 小翔的眼睛 没有问题 只有顶多是几颗 眼识 没有近视 没有远视 就是分泌物多了一些 医生这样讲的 好 这个爸爸听完了之后呢 就转头对小翔说啦 听到没有 以后啊 你的电视少看一点 才不会用眼花 把飞机看成发光悲醒物 把我的血看成绿色了 妈妈说话的时候呢 他被推外星了 不是 还没有被推外星了 他爸爸呢 就不停挥动了他的手 在挥手的时候 小翔又发现一件事哦 哎呦 刚刚呢 爸爸不是用铁锤 锤在那个左手的拇指上面 而且还锤烂了流血吗 结果 那个伤口 那个伤口不见了耶 哇哦 对啊 一瞬间手指头就完好如初了 小翔心里想说 天呐 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吗 还是我爸有病耶 对 还是我爸爸有病呢 但是因为他不想再被爸爸说 眼睛有问题了 所以他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 好 到了晚餐时间啊 妈妈呢 今天做了一锅很好喝的鸡汤 而且是小翔从来都没有喝过的 很好喝的鸡汤 小翔就一口气喝了好几碗 那喝太多了 到了半夜的时候 会怎么样 想怎样 喝太多 想睡觉 想睡觉是正常的 喝了很多的液体 不管是饮料还是水还是汤 会想尿尿嘛 哎呦小翔 可是我不会 你也有 哈哈哈哈 请不要再说过 说说话闭口 谢谢 不可以谢 噓噓 哎呦小翔呢 已经熬夜看那个发光的飞行物 很晚睡了 结果呢 又想要尿尿 但是他实在是爬不起来 所以他原本呢 是一直赖在床上的 但赖了一下想说不行 我不能再赖了 所以就爬起床来去上厕所 经过爸爸的房间门口的时候 哎小妹 他突然发现呢 爸爸的门啊下方的缝隙里射出了一道很强很强的强光耶 小翔想说奇怪了这么晚了 爸爸房间里怎么还这么亮呢 所以呢他就很好奇的趴下来 从门缝啊来看 看看能不能看到爸爸 但是光线太强了 强到小翔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所以呢看不出来爸爸在做什么 那他就听听看看可以听到什么 就听到了一乌一乌的声音 就是很像那个机器 一乌一乌 不是不是那是 一乌一乌 鬼哭声 一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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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昨天早上啊在爸爸开车送他上学的时候 他忍不住就问爸爸了 爸爸昨天晚上我起床尿尿 经过你房间看到你房门下的缝隙 射出了一道强光 呃 你也杀 不是不是他不是这样 他爸爸说哦那那是我在做一个重要的实验 是实验的仪器发出来的光 啊是什么实验啊 呃就是 不是不是 那个实验很复杂 说了你也不会懂 等我做出来我再告诉你 好了 故事快要结束了 隔天的半夜啊 小翔又想尿尿了 他要尿裤子的 他没有尿裤子的 他又爬起来 跑去爸爸 经过爸爸的房间要去上厕所 结果呢 经过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个强光 小翔心里想说真的很想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实验 所以又趴下去看 结果啊 他正要趴下去的时候 手不小心碰到了门 门竟然呢 打开了一条缝耶 原来爸爸啊 他根本就没有锁门 小翔就心里想 也许是爸爸故意不锁 想要让我看他在做什么实验 所以小翔啊 就把门推开 结果 推开门之后 不得了 啊 天啊 你看他看到什么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 他看到 昌铁 昌铁 有一点像 小朋友你们觉得这像什么 小翔啊 他柔柔眼睛 瞪着他的大眼睛 看着这个怪物 那个怪物也瞪着大眼睛看着他 小翔觉得我从来 他有跟妈妈讲吗 他有跟警察讲吗 他还没有 他来不及 小翔呢 他一直盯着这个怪物看 他实在太惊讶了 他大叫了一声 啊 外星人 然后呢 就昏了过去 不省人事了 小朋友你猜 小妹妹你猜 他看到的这个有四个同龄眼的 好像四颗橘子哦 四个大眼睛的你猜 是谁 是 是 苍蝇 还是 是爸爸 还有 还是有没有可能是 有外星人 他妈妈 会不会是妈妈 还是外星人来拜访呢 到底是谁呢 到底小翔家里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你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很奇怪吗 小妹小妹 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啊 到底结局如何 还有其实啊 刚刚小妹妈妈跳过了很多很多 很特别的线索和细节哦 如果小朋友你很感兴趣 很好奇的话 你们可以来看看这本 我 的 老爸 妈妈 我的外星人 老爸 快点起来 我妈妈跟小朋友说最近了 好 我们让小妹学一下 看他会不会在梦里遇到外星人 那小朋友 请大家请来看看 我的外星人 老爸爸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我发现外星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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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